彭于晏今日來到香港 為代言品牌專賣店揭幕 說到最近 他都密密接受潛水訓練 原來即將再跟林超賢導演合作新電影 因為我下一部戲要拍緊急救援 是林超前導演 是潛水救援的電影 所以最近要接受訓練 又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激戰、破風、湄公河行動都很艱難 但是很過癮 因為跟領導拍戲很了解演員 而且他很認真在拍每一個鏡頭 跟他拍戲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他每次找我都會參與 這次第四次合作 我希望能夠進步 能夠拍得更好 然後讓導演拍得更過癮 第四次合作 看來Eddie已經成為林導演的愛將 還被看好拿影帝 我相信他會拿最佳導演 我就隨心一點就好 我就有入圍過我就很開心 提到由Eddie主演的電影《邪不壓正》 將代表中國出自美國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到時候你會不會到場呢 為導演開心 因為能夠繳出外語片 就表示是不是很多外國人 會看這部電影呢 那就表示會更多人認識我 那我就很高興 就覺得努力拍一年拍幾部作品 把它拍好就很值得 就謝謝大家 非常開心 有些計劃到時候會遇到現場 要先看有沒有機會 我沒想那麼多 應該沒有這個計劃 但我覺得這個是屬於導演的電影 我覺得參與其中能夠做一個 其中的一個演員把它演好 有這樣的成績其實已經很意外了 我覺得好棒 就是我沒想過 然後導演應該一定最高興 另外 講到曾經和Eddie全緋聞的 27歲女星林家安 最近都宣佈懷孕起信 Eddie都表示高興啊 聽說了 為他高興 我沒想過 你再一次 聽說了 你再次聽說了 高興 大聲 你看看 你再次聽說了